今天的生活懒人包要教大家如何DIY做干洗手艺 就像我们镜面上头为您呈现出来了 只要准备95度的药用酒精 以及市售的芦荟凝胶 按照3比1的比例调和之后 就是自制版的干洗手了 而且因为芦荟凝胶有保湿的功效 可以让酒精停留在手上久一点 提高杀菌还有灭菌的效果 医师说疫情当前 勤洗手其实比戴口罩更重要 防疫大作战来来来看过来 伊华西教授教你如何DIY干洗手 大概是一杯的量 以塑胶杯为基准 市售的芦荟凝胶不限厂牌 先取一杯的量倒进容器里 接着第二步拿出95度酒精 四份的这个杯子的量的酒精 同样的塑胶杯倒满四杯 再把两者均匀搅拌 搅拌搅拌再搅拌 拌均匀的芦荟凝胶和95度的酒精 就会变成乳白色 别怀疑DIY干洗手 装瓶后大功告成 五分之四的酒精 搭配五分之一体积的 芦荟或是水去调配 如果你有一些比较干燥 不舒服的状况 你就可以添加芦荟去吸食 酒精它汇发很快 如果你用了芦荟的话 它可以停留在手中很久 那就可以达到一个消毒的作用 添加芦荟胶胶 多了保湿效果 也能带动酒精在手上的停留时间 提升杀菌消毒效果 出门在外无法及时洗手 就能使用干洗手应急 但使用之后别立刻吃东西 避免把残留的有机溶剂吃下肚 那都还是宣导 就是能洗手就一定要去洗手 请洗手确保清洁 是基本也是防病毒 重要一环 记者萧志远 高雄报导